整段大園区西兵路三段七九五项 光是经过就可以看到路边有许多被乱扔的垃圾跟废弃物 在往内走就是私人乘租的土地 就发现谁处可见被不孝人士偷到的垃圾相当凌乱 桃园市医园区西万接获民众陈勤 特别前往会堪 要来解决被乱丢垃圾形成地方脏乱点的问题 早上去会堪大圆区别港里 西兵台六一旁边附近 西兵路三段七九五项 整个项子整个巷弄道路里面 两侧非常多的一些一般的家庭垃圾 及一般的事业飞机物 很多这民众到了很多一直在反映 反映给我们黄宝级经纪中队 经纪中队也行文给地主 就是我们国有财产局 国有财产局 他们也要来打电话跟环保局 做回复 他们会将尽快来做清印 民众陈勤后 也有请环保局清洁中队一同协助 并且发文给地主国有财产局 要求必须尽快完成这个区域的垃圾清浴 还给地方居民一个干净整洁的空间 而且也提醒民众任意弃制废弃物 可依废弃物清理法处以拔金 甚至有期徒刑 早上去会看 他们国财署又派人过来 也特别表明 会再尽快将所有的两侧垃圾清除干净 清洁队也要求清洁干净以后 要做好两侧道路的一个防护措施 不然的话他们没有积住 通往的人脸垃圾 他们非常多的一直一再的到 已经反应过好多次了 我们希望国有财署尽快来清印 将清印完成了以后 将两边的这个道路整个封闭 再不要再有人拖到 去期外议员表示 国有财产局会尽速完成 这些废弃物的清印作业 清洁队也要求垃圾清除后 必须加强周边的防护 装设路障封闭道路 避免再有不肖人士进入清道废弃物 来维护地方的环境整洁 记者来为一桃源报道